我們政府嘴巴講 提前部署 其實都是空話 我們有錢不是沒有錢 為什麼 為什麼都靠人家捐呢 我們就是跟他買 是不是 那我是覺得 這可能也政府有兩個 我心裡想兩個 這個企圖也不一定 第一個 就是要護航所謂的國產疫苗 讓大家覺得 哇 都買不到了 只好打國產疫苗 第二個 那是政治操作 哪裡有人說這個 這個說要比賽了 臨時換裁判 我覺得現在最大 台灣現在面臨最大的目的是什麼 是政府本身 疫情這麼緊張的時候 行政權無限的擴大 包括中華的事件 萬般阻擋指揮高端 指揮聯亞 而立陶宛 大家知道 他是國家很小 他的人口只有兩百七八十萬人 大概像高雄左右 這樣子的一個人口數 那他的國民所得 比台灣的國民所得少 一萬塊美金 那就是他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國家 這個實力 他都願意來幫忙台灣 可見台灣的疫情有多嚴重 那世界都看到了 台灣的疫情這麼嚴重 世界也看到了 台灣的政府沒有能力 來採購足夠的疫苗 所以人家拚命伸援手 所以很多事情是不同角度在看 我們當然他可以做大內宣 民進黨政府做大內宣 你看全世界都帶來幫這個 這個要台灣 那我也是不想一想 我們在防疫的上半場 是台灣可以幫忙 我們送很多口罩 醫療物資給美國 給其他的地方 包括立陶宛 我們送他很多的口罩 那現在為什麼變成成 成績而死 台灣變成台灣需要幫忙 我們需要人家幫助 需要人家幫忙 我倒是比較樂見 甚至說我們台灣 能夠跟上一次口罩一樣 我們有買到很多的疫苗 我們可以送人家 就像日本 他AZ可以送人家 美國Moderna可以送人家 這個AZ他也可以送人家 他的BNT也可以送人家 我們倒希望台灣是這樣的大國 你在前20全世界有錢的 前20幾名裡面 台灣排在裡面的 台灣排在第16名左右 就經貿大國裡面 我們排第16名左右 那我們為什麼沒有人力 來說採購足夠的疫苗 除了給自己打以外 來幫助其他的國家 而不是跟其他的第三世界 再強制跟人家分一些疫苗 我覺得想起來有點心酸 我們的實力這麼強 經貿實力這麼強 預算變這麼多 340億是多 到現在為止買進來的疫苗的錢 花6億左右 不到2% 還這麼多錢 為什麼不用呢 為什麼不用 他說買不到疫苗 為什麼人家菲律賓買到了 越南買到了 每個禮拜不知道進來幾百萬劑 這樣子菲律賓買了幾千萬劑 菲律賓買得到 越南買得到 台灣為什麼買不到 這個東西真的 跟你剛剛前面講的題目 我們真的合理的質疑 我們政府嘴巴講 提前部署 其實都是空話 沒有認真去做 都是只是靠現在到目前為止 最大狀況 靠美國跟日本的捐贈 我們不是賣進來 我們人有這麼差嗎 有這麼差嗎 不是台灣跟人家的關係這麼好 再舉個例子 美國送我們莫德納250萬劑 關係這麼好 為什麼我們莫德納採購505萬劑 現在只有來四十幾萬劑 還有450萬劑左右 就拜託美國趕快賣給我們 這最明顯的例子 是不是 美國跟我們關係這麼好 日本 謝大使講說 因為乞丐說 日本可能不捐了 我們不要讓他捐 他賣給我們可以不可以 我們有錢不是沒有錢 為什麼 為什麼都靠人家捐 我們就是跟他買 是不是 那我是覺得 這可能政府有兩個 我心裡想兩個 這個企圖也不一定 或者他的一個盤算 第一個 就是要護航所謂的國產疫苗 讓大家覺得 哇 買不到了 只好打國產疫苗 第二個 那是政治操作 政治操作到說 台灣你看 真的需要日本 真的需要美國 我們真的需要日本跟美國 我們希望所有世界國家 跟台灣都友好 然後來 你看 這樣子所以我們更需要來抗中 有需要跟你的鄰居抗中嗎 需要嗎 是不是 我們跟美日好的同時 跟中國大陸 也可以維持好的關係 為什麼一定要把關係 弄得這麼的不好 是不是 然後操作 那只是為了一個政治上操作 還是到現在疫情這麼嚴峻的時候 還在操作 所謂的這個抗中保台 其實老百姓已經看破手腳了 從最近的民調 可以看得到蔡英文的大 他的支持度大幅滑落 就知道老百姓已經不會再吃這一套了 我再講一遍 我們預算編了340億 到現在為止買進來的只有AZ70幾萬劑 以及莫德納的40幾萬劑 台幣大概6億多一點 就這樣子而已 為什麼 美國關係這麼好 日本關係這麼好 他們疫苗這麼多 日本人也不太愛打 他就賣一點給我們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要操作到說 要靠他們捐 我覺得我們就跟他買 美國可以賣給我們莫德納 賣多一點 是不是 我們說買505萬劑 我都覺得不夠 加碼到一千萬劑 可不可以 請美國賣給我們一千萬劑 這個才是正道 是不是 我們才能夠抬頭挺胸 你這個操作說 我們都靠人家捐 除了政府的政治目的以外 我看不出其他的一個目的 是委員 那就像委員剛剛講買疫苗這件事 現在實際要送 要送件這個BNT 那沒想到政院又說 他這個實際的案子 不能跟台積電還有郭董 並案處理 大家就很質疑 說明明就是一樣的疫苗 一樣的送件 為什麼 為什麼會不同的處理方式 是不是又在刁難 當然是刁難 就清楚看得到 他找台積電 就是要平穩郭董 不要讓所有的光芒 給郭董拿走 第二個不要給慈濟 因為他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我覺得我剛剛講的 一方面 保護高端聯亞 他們的股價 第二方面 政治操作 讓台灣緊俏 他一秒緊俏 然後說你看 這時候大家都伸援手 給台灣 有需要這樣子操作苦肉計嗎 太可悲了 是委員 那最後想請教問 怎麼看這個高端這個省 這個EUA這些委員 竟然都被換掉了將近一半 那甚至剩下來的委員 大部分都是支持這個 免疫橋接這個 大家在質疑說 是不是剩下的委員 就是幫忙護航的 甚至衛福部還說 其實每次開會的人 都不一樣 請問這樣子是合理的嗎 當然不合理 哪裡有人 因為已經快到了 時間快到了 一個月左右 就馬上要做EUA的 審查 哪裡有人說 這個 這個說 要比賽了 臨時換裁判 不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現在最大 台灣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是政府本身 因為疫情 他就反操作 本來疫情 大家對政府很不滿 他現在就借這個時候 疫情這麼緊張的時候 要做行政權無限的擴大 包括中火的事件 台中火力發電廠 硬把它加上去 舊的不廢 新的加上去 現在因為防疫還在三級 你不能夠隨便的群擊 大家會怕 他就利用這個心態 就做行政權無限的把它擴大 這個也是一樣 疫苗的審查 什麼 何等的嚴肅的事情 不要忘了 蔡總統說兩個條件 第一個 他要符合科學 第二 要跟國際接軌 符合國際標準 國際所有現在在市面上打的 AZ BNT 莫德納 Johnson & Johnson 都是有做第三棋 都第三棋解盲 以後才打 他第三棋不一定做完 但是一定要做 結果他現在就在玩文具遊戲 他說EUA過了以後會要求他做第三棋 過了就要打了 對不對 你都不知道打了會產生什麼效果 產生什麼樣副作用 他現在只有說安全性 可是有效性呢 因為我們再問有效保護率是多少 也不知道 那你就要給他EUA 看起來對高端真的是一路呵護 一路的一個開綠燈 這一次的慈濟 硬不給他 同時給他辦進來無保安劑 我認為跟高端都有關係 我認為都有關係 就萬般 我們就萬般 阻擋職位高端職位聯亞 這才是現在的一個處境 行政權無限的擴大 因為疫情期間 然後一定的抗議 也很難去群聚的抗議 老百姓有什麼不滿 因為也很難去表達 因為這是現在三級的管制 等於另類的一個緊急命令的行使 或者是說類似戒嚴這樣子 你可以看嘛 你不能去這裡 不能去那裡 是不是 規定很多的限制 就接近另類的戒嚴的情況 他的行政權一直膨脹 他為所欲為 這個真的現在已經 台灣已經變成非民主的地方了 專制獨裁的地方了